好了,今天繼續繁忙的港元車路士的蔡侯萍 現在講阿仙奴,講完之後就可以去預測 阿仙奴對車路士的英超大戰 阿仙奴剛剛是作下西布朗的 他們用三中堅陣式 不過就算他們多想盡快完結攻勢也好 今天西布朗都叫踢得很有紀律 很快就回去防守,一心死守 如果是這樣的話,其實三個進攻點都不是很夠 反而西布朗的反擊都多次向阿仙奴的後防線響起警號 理論上,阿仙奴的後防結構不是說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他們每一次球斬進去的話 被人斬進去的話就出現混亂 很多球都是頂輸 另外,獅子被人撞傷的那一刻 其實是因為哥斯尼 他把進攻球員頂到獅子跳起位置 也就是說哥斯尼根本沒有好好判斷過球的落點 這樣的話就害了龍門 15分鐘了 都叫做出現阿仙奴的第一個機會 你會見到蕭蛾比在禁區頂轉身射球 好像都射得OK 當然就是對方的防守突然之間出現了失誤 給他一些空位 不過其實他都是接應山齊斯的全球之效 自己轉身自己射的 他根本沒有再有辦法去跟隊友再配合 而山齊斯在中間再插進去的那一刻 亦都配合不到他 他硬自己射 整個進攻的體系來說 就算左右兩閘上去都好 另外那些三個進攻點 算起來好像很多人都好 三個進攻點都是自由浮動 始終沒有一個人是專責做禁區頂停波 或者做一個支點的 而且他們還要死都中間入 又不夠解決問題的個人能力 這些都是阿仙奴長年累月積落的問題來的 再過15分鐘才有第二次的機會 就是蕭蛾比的射滿 不過還要是軟射 上半場來說 阿仙奴的老鼠拉龜簡直是沉滿到死的 下半場 依然不是很清晰的打法 就算打中短期進攻也好 究竟這個山齊斯是主角 還是蕭蛾比是主角 理論上應該是山齊斯是主角 但是蕭蛾比 就不是負責插入的 他很喜歡在外圍那裡插球 這樣的話 進攻就會隔虛騷養 完全給不到壓力對手 一跳又跳到60分鐘 才看到阿仙奴的攻勢有些威脅 這次終於有人做支點了 就是蕭蛾比 他協助就是拿卡錫迪 拿卡錫迪殺禁區可以射到波 好有趣的地方 就是阿仙奴今場的賽事 大概每15分鐘才具體地有機會 機會的數字 直逼一隊中型班 今場的賽事 阿仙奴對著西部廊 就好像在看中型班對中型班 這樣 隔這麼久才組織一次機會出來 明顯是阿仙奴對波 就不夠實力 也就是說 其實都要加強實力 或者增加進攻點 但是雲家遲遲都不換人 就算換也是後衛 換後衛 去到73分鐘 終於才見到 就是韋碧克 就入體蕭蛾比 但是依然是三個的進攻點 不知道雲家是不是不想贏 明符其實依然是中型班對中型班的賽事 去到比賽的末段 西部廊機會都越來越多 山齊斯就不停叫人走位 都沒有人走位 搞搞一下 就要自己賺錢算數 都叫在83分鐘搏倒個佛靠 他自己射入了 射穿人場的最大理由 就是梅迪薩卡走過 影響了人場的視線 結果有個傢伙 就不知道球什麼時候來 反而跳起就側了身 那人場又穿了個洞 去到87分鐘 西部廊就搏一搏 落後了就斬高波進去禁區裡面 賭歌相關的傑比斯普通傳宗 不過又散中了 就是張伯斯的手 只能夠說張伯斯不夠聰明 沒有收起手 結果就好像自然反應那樣 手就擋球 雖然嚴格來說 這個球是向著張伯斯正面去 那隻手理論上 就依然在身體的範圍之內 但是因為球證的角度 就站在兩個人後面 所以就看到好像隻手遞出來 那樣 比12馬就真的沒辦法 那洛迪古斯射12馬 就攀成平手1比1 那就失了2分 那其實雲家 你只可以怪自己的球 一直都不是很組織到攻勢 每15分鐘才做到一次有威脅的組織 其實都給你多了 而且那些機會 都不是什麽十分黃金機會 那只不過是普通的射球 或者是軟射 那你都沒辦法去撕破對手 就算連這個萬聯的明賣明賣斬波 你都沒有的 那你還可以怪誰呢 戰術就是理定的 那你就是要怪自己的 那你就是要怪自己的 多謝大家收聽阿仙羅的蔡侯萍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頻道 那如果大家想鼓勵一下小弟 也可以看我的影片的之前 如果Youtube 它是插了一個廣告去的話 你播完它就可以了 下一條片見啦 拜拜